今天乐意现在开始 县议会今天召开第18届第一次进行会宣政总质询 对位议员针对南头县教育产业工会提出质疑 要求县福应该针对 兼任该会理事长与总干事的教师或主任 每周有4天半的工价情形进行检讨和改进 并请教育处应拿回教育行政主导权 对于议员的建议 林县长表示县府绝对支持会来了解并演绎取消工价浮烂的问题 让教师回归专业重拾教育工作 回到学校正常教学 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总干事 他们领教师的薪水 然后去做教师工会这个工作 同时以前不成文规矩的时候是说一个礼拜就上课四个小时 那么这个源流从哪里来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们今天议会有这么多的预言要求 这个教师要回归来教育工作 那么我们尊重议会这个节议将来就是要请教育处近视的针对教师工会 这个理事长还有总干事要恢复到学校来做正常的教学 这样才符合我们所有家长的希望 要符合整个政策的规定 那么对教师产业工会一些的役务工作 我们请这些理事长总干事 在这个下班的时间或是假日的时间 你们就去做你们的工会的事情 不能够在上班的时间 把时间用到这个产业工会的工作上 去教育工作与不顾 这是不行的 我们是希望要恢复正常的教学 对于校园安全的加强 林县长表示 校园突发事件防补胜防 救助高墙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从多方面来下手 策强化孩子自身的防衛意识位 教育处也在研议 加强学校坚实录影器材 未来派出所远景也会加强巡逻 学时留意有无可疑的人事尽效 授权各校校长依据学校的状况 加强各种管理措施 一张分队 五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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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Marcel 二十八九五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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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